海峡两岸记者川云行联合采访团 7月14日来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两岸媒体采访团当天参访了大熊猫博物馆 大熊猫月亮产房等景点 深入了解了大熊猫的习性特点 生存环境以及人工繁育历程等情况 日前大熊猫受威胁程度降级等热点 同样受到大家的关注 对于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 由宾威降为一威一式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主任吴永胜表示 降级并不等于保护力度会降低 熊猫从这个冰威降为一威 这个呢是好事 它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了我们国家这个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大熊猫的保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呢降级并不等于降低保护的力度 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 进一步的把这个保护工作做好 据了解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建于1987年最初只有6只大熊猫 发展至今已有217只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大熊猫人工圈养宠群 大熊猫的繁育呢 它是有这个严格的遗传繁育的要求的 配对的要求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研究员 刘玉良介绍 目前大熊猫的冷冻经验 从储存到运输技术都已非常成熟 并且大熊猫人工受精的产载率 能达到近50% 这个大熊猫的人工繁育 还是发展了有两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的时候 的确就是 它的人工受精率是非常低的 这个技术呢 当时呢 也是让很多专家都非常困扰 但是经过我们这个科研人员的公关 最后呢 解决了这个问题 目前来看 这个大熊猫的人工受精技术 是非常成熟的 感谢观看